上課囉! 收納必修課來挖家 Peple 薄荷離哉 小空間雜物多 一不小心亂糟糟 今天我們統整了18個 小宅必學的懸空收納術 看下去之前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懸關區除了鞋子 經常亂放一堆學生用品 小物超多超亂 我們可以利用鐵門後的空間 加上磁吸收納架 上層放小香水 口紅 酒精等 掛鉤可以收納卡夾 鑰匙 耳機 雨傘 鞋疤等 出門檢查時一目了然 回家後一一放好 收納更簡單 還有 這種磁吸式口罩收納盒 把每天要用的口罩收好 出門隨手抽取超方便 如果不想花錢購買磁吸盒 也可以自製 買這種3M背膠磁條 一卷約三四十元 減需要的長度 貼在喜歡的收納盒上 再用保育龍膠加強固定 就可以磁吸收納 不管放口罩或鑰匙都OK 如果想放重一點的東西 可以用強力磁鐵 IKEA的餐巾指架 也可以變身拖鞋收納架 磁吸在門後 再放上拖鞋 長度約可以收兩雙 每天要穿的拖鞋 獨立收好不亂放 小習慣讓家更整齊 加上S掛鉤 還可以收納雨傘 跟直立式雨傘放一起 耐重度也OK哦 IKEA碗盤架横放 可以掛鑰匙等雜物 直放可以收賬單 79元小物 加上無痕膠固定 就是簡易玄關收納架 接下來看看客廳 電視遙控器 冷氣遙控等 可以用魔鬼毯打造收納空間 在背面 擠櫃子或牆上黏上魔鬼毯 用完遙控器 就可以黏回去 有固定位置 收好就不會亂 散落滿地的電線插座 可以用懸空收納法隱藏起來 我們換用這組延長線 有附背扣 先黏在桌下 再扣上去 插座就可以隱藏在桌面下 轉軸設計 放角落不折線 整齊又安全 充電線頭 可以黏上小顆強力磁鐵 在桌邊黏一塊引磁片 充完電拔掉後 就可以隨手吸住 不再散落在地上 衛生紙一樣可以隱藏收納在桌下 在收納盒黏上強力磁條 在桌底黏上引磁片 就可以穩穩吸住衛生紙盒 抽取也不會掉 還可以拿下來補充 一起來看看 廚房有哪些地方可以懸空收納呢 軟軟滑滑的耐熱袋 可以用抽取式收納盒來整理 加上魔鬼毯 就可以黏在廚房角落 順手抽 立即用 整齊又實用 用網片加上伸縮感 就可以自製墻面收納墻 搭配S掛鉤 可以懸掛儲具 小置物架 可以收納調味料罐 小空間大利用 增加收納量 儲櫃空間 除了放備品 加裝一支伸縮感 就多出亮抹布的空間 清潔劑也可以掛放 隨手取用 多格收納袋 吊掛在茶水區 就可以收納不同種類的沖泡品 茶包、咖啡一目了然 分門別類也方便補貨 餐具集中在一起 馬克杯可以用S掛鉤 掛在橫桿上 展示兼具收納功能 接下來看看浴室 鏡子上的無痕牙刷架 可以放兩支牙刷 用完濕濕的 懸掛好拿又方便瀝乾 像是洗面乳、牙膏 這種軟管 可以用不鏽鋼夾 一條一條夾起來 掛在置物台 使用時順手又整齊 清潔劑、海綿等 也可以利用毛巾桿 統一懸空收納 不落地 打掃更省時 如果空間太小沒地方放 可以用木頭碗架或小籃子 自製置物區 換衛生紙、手機都OK 最後我們來看看房間 強力磁性膠條只要隨手一貼 就能簡單收納鐵紙小物 像是指甲刀、USB、小鑷子、回溫針等 一字排開 整齊美觀又容易尋找 窗簾環夾加上伸縮感 就可以在衣櫃裡打造出帽子收納區 比起疊疊樂方式更方便取用 環夾我們在蝦皮買的 一個12元 還有這種萬用掛勾夾 開口比較大 夾毛帽不怕勾傷 360度旋轉 還可以倒著掛 收納雜物、掛包包也OK 一個6元左右 便宜又好用 看完今天的收納必修課 以下幾點可以幫助到你 1.懸空收納 往高處擺放就可以增加收納空間 2.如果怎麼收都很亂 不妨藏起來 3.強力磁鐵、魔鬼毡、背扣、網片、 伸縮感以及各種掛勾 是收納的好幫手 你還想看我們解決哪些收納困擾呢 歡迎留言分享 任何疑難雜症歡迎留言或私訊 追蹤IG看密集 加入社團還有各種達人幫你 最後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鎖定挖扎每週三更新 帶給你一則讓生活更美好的優質內容喔